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请元朗区议会主席 沈豪杰议员 元朗文政事务专员 麦振宇太平新市 我很高兴能够出席2017年元朗约六香回归杯的青人足球邀请赛 刚才我来到看下半场觉得打得非常之精彩 然后每一个足球员都是非常之乐利 然后打得完全没有受伤 求证做得很好 我们来给点掌声白香和夏村 最后2比1就由白香取胜 我們再給掌聲是白鄉的所有代表 好了,謝謝 各位鄉主席,各位台上的議員嘉賓 各位鄉民,各位街坊,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香港回歸早過20周年的一個慶祝活動 在這個時刻,我們綠鄉特別是舉辦了回歸杯七人足球賽 既可以分享回歸的喜悅 亦都可以推動我們本區的足球運動發展 藉著比賽競技,提升球員的水平 今次的回歸杯,總共有30支的隊伍參加 分成了三個不同的組別進行比賽,歷時三個月 能夠晉身今天決賽的隊伍,相信都是經過一班龍爭虎鬥 能夠入到決賽,應該是一個很驕人的成績 我自己個人認為足球的魅力,不單只是在扣人心弦的比賽裡面 而更加重要就是足球能夠凝聚人心,維繫團結 球員一起並肩作戰,才可以將戰術發揮得淋漓盡致,黑敵制勝 而場外的觀眾也都上下一心,為自己支持的球隊打氣,凝聚力量 我希望今次的足球賽可以成為一個契機 在往後的日子,能夠繼續持續舉行 讓大家透過公平的競技,增進友誼 維繫鄉民間的團結 而下星期也都正正是我們國慶的大日子 我們的祖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創造了穩定的社會環境 加上了人民的奮發自強 成就了今日祖國騰飛在國際地位舉足輕重 而香港自從回歸以來,中央政府也都一直確守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針,大力支持香港 當中也都讓特區參與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有助促進我們香港的經濟 我在這裏,藉著這個機會,衷心祝願我們祖國繁榮昌盛 香港能夠和諧穩定,市民安居樂業 也都祝大家身體健康,多謝 有請元朗民政事務處專員,麥鎮與太平紳士 為我們致辭,有請 升界鄉義國堅田門鄉鄉市委員會主席劉業強先生 元朗區議會新木傑主席,各位鄉市委的主席 各位區議員,各位嘉賓,各位嘉賓朋友 剛才很開心大家一起看到很刺激的 八鄉和夏村的決賽 我們可以用一個興奮的心情來一齊慶祝20周年回歸的大日子 亦都是第一次五別開心面的慶祝活動 用一個足球賽來慶祝,這次是第一次辦 所以就很多謝我們元朗約,這邊各個鄉郊的朋友 就這麼努力去擺幾個月的運期活動 到今天就做一個很精彩的終結 亦都是一個很好的,可以凝聚市民 亦都擺盤,我們一起去慶祝20周年的回歸 足球,當然我們香港人都很喜愛的運動 剛才一來到白衣、紅衣、黃馬衣、萬門衣 大家都是看球的,亦都很好幫助 剛才看到我們的年輕人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我們新界西 剛才一看我們的年輕人,我們的運動都知道很厲害 大家要先數一下歷史,大家要記得 我們剛剛,我們譬如元朗,我們那個元朗足球隊 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成績 每一次在元朗大球場那裏做主場的比賽 那個主場的入場人數超過一千 其實在香港的港超聯來說 是明列前茅的主場人數 就是我們進去看球 所以看到我們新界西的朋友支持元朗隊 第二個好的成績就是 今年5月那時才做完這個全港運動會 兩年一次的 我們也都,新界西的成績非常之亮麗 我們元朗區是聯聯了總冠軍 已經五屆,頭尾八年了,做總冠軍 另外元朗和屯門都分別 元朗取得32面的獎牌 屯門取得14面的獎牌,也是很威風的 亦都是在全港的大區之中 新界西都是非常之厲害 相信各位球員和街坊 球迷都會知道 我們看球和踢足球 最緊要都是拼搏的精神 團結最緊要 團結的精神最緊要 所以呢 在這個回歸二十周年 用一個足球比賽來慶祝 我們提醒自己 就是我們新界西的朋友 元朗屯門的朋友 二十年來是如何去團結一致 去建構這個社區 令到那個經濟的環境越來越好 這個也是值得我們去到紀念 去到回顧 於是在未來再有二十年的輝煌 我們國家現時推動了兩個很重要的國策 一個就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國策 一個就是一帶一路的國策 這個其實跟香港是很直接的關係 會有很多的機遇給香港 比元朗和屯門的機遇更加大 因為元朗和屯門是在我們深圳的旁邊 我們有三個口岸 一個深圳蚊 一個是黃江對羅馬洲 一個是福田對羅馬洲 三個口岸 有很多人流和物流 都是經過我們元朗和屯門的 所以接下來在國策的帶動之下 我們有這麼優厚的地理的位置 新界西 所以會有很多的發展的機遇 所以為什麼政府現在在推動一些大型的發展在區裏面 但是政府也是很明白 我們的區議員 香港的鄉事會的朋友 和大家的村民都關注 很塞車的 那些交通能否頂得信呢 所以現在 尤其是交通的部門 他們都聽我們願意見一起聽 希望在交通的配套好 在設施的配套 希望做得更加好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這些運動的設施 既然我們講的新界西運動那麼厲害 剛剛我們這個夏村的足球場 其實就是 我們夏村鄉 在早幾年 四五年前去推動 來做這個球場出來的 這個球場 也是經過我們元朗區議會去支持 和康民署去建造這個球場 當然那個球場的設施 就是有更好的空間 剛才才和劉業強主席討論 有些空間去更加好 去改善一下設施 但是一步一步來 起碼我們先有這個漂亮的球場 也都可以不同的社區用的 可以用得到 希望我們康民署 和我們各國的民政署 都會繼續推動這個地區的體育發展 一個例子就是 剛剛施政報告也有講到 在一月的時候 有一系列的球場 泳池等等的項目 在元朗和田園區 在五年會做的 在元朗和田園區 大家都值得留意一些新的設施 今天這個球賽 好像開頭一樣說 標誌著我們這幾個月的 這個回歸杯的活動 就順利完結了 無論各個隊伍得獎 與否不要緊 最緊要是開開心心 可以團結 一起去到慶祝 以活力來慶祝這個慶祝回歸 衝心促緣 大家都是會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食盤 還有最緊要是健健康康 精神爽力 多謝各位 謝謝麥專員 現在有請18號鄉市委員會主席 梁福元議員 為我們致謝 此而有請 我們香港邀局 主席劉耀強 太平紳士 我們元朗民政事務 專員 麥鎮宇 太平紳士 區議會主席 沈毛傑議員 還有我們元朗約的多位主席 還有各位區議員 各位專代表 今天很多建議來到榜牆 決賽日 所以特別熱鬧 這個比賽我們在6月26號開始已經打了幾個月了 一直淘汰到今天最熱鬧最緊張的 那就是為了慶祝我們回歸20周年 是吧 也都 我們元朗約 六個鄉舉辦這次的足球競技比賽 那麼 也都 是吧 我們元朗約 各個鄉來講 都是對於體育來講 不枉多樣的 想起當年的 是吧 夏令盃 大家都那些 上一年多的那些 好像我們那些 已經登錄那些 已經記得 嘩 不單止看比賽 還是 各個鄉各個隊伍 都 人強馬壯的 是吧 特別緊張的 除了看比賽之外 還看人群的 今天不是了 我們文明些 就是 所以今晚再在這裡搞 那個 20周年的回歸杯 這樣 我們六鄉 這樣呢 剛才看到了 對 隊伍呢 就非常 緊張 刺激的結果 那麼 那麼 比賽是第一 友誼 也是第一 是吧 有體育精神 是吧 聖不嬌 敗不累 要有這些精神才行 還有要發揮我們團隊 和鄉市的團結精神 也都 是吧 這些比賽來說 體育來說 剛才在村元說 元朗來說 新界西來說 在香港來說 體育 他們是第一 是吧 這個 五連霸 八年了 五屆了 全港的運動 冠軍的是體育 他們在體育誌那裡 全港運動 得獎的 我們鄉村亦都要 舉辦這些活動 去 聯誼和團結 成鄉共融 是吧 等到 新舊居民 我們在新界居住的 年輕的一輩 都要認識 今年是搞個 回歸杯 二十周年之外 還是跟著 延接這個國慶